謝謝 好 那 我也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台中人 然後 其實我不是非典型的法律人 我大學不是念法律系 我是到30歲的時候才開始念法律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談的 這個私改改什麼 就是說 重點倒不是在於說 好像新聞報導一樣 我們做一個專頁報導說 私改博士會議目前哪些分組 哪些議題 然後這個介紹 因為其實目前私改博士會議 一開始有96個議題 那現在好像已經到106個議題了 那我們不可能就 在這個時間不可能說微觀的 就一個一個議題詳細去做介紹 概略介紹會有困難 因為有很多議題 但是今天是希望說用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 來看看 為什麼要私改 改什麼 跟大家所在一般人心目中所想的 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不一樣的地方 那首先 是不是容我先 是不是容我來問一下大家 在我開始講之前 你改總是要有個對象 那可能一定是 一定有什麼問題 才需要改 如果大家都很滿意 要改什麼 是不是 所以首先 是不是容我先來問大家 看看人民不滿司法的哪些事 那那個從事 非從事法律工作的 非無法律背景有優先群 從事法律工作跟有法律背景的 就 這個機會讓給其他的朋友 有沒有 沒有 法官的考試制度 這算嗎 可以 法官的考試制度 像因為我說土木的 然後有可能他一些土木的案子 有可能他沒有經歷過 然後就當法官有可能沒有 之前的背景這樣子 對 所以你這個問題 不會就是說 我的理解 把他理解成說 人民對於 譬如說土木案件 他對於法官 土木案件 承辦土木案件的法官 不懂土木 沒有土木的相關知識背景 你覺得這個是會令人感到不滿的 是 OK 那還有嗎 大家都那麼客氣嗎 所以是大家都很滿意 就滿意 就這樣啦 好 沒關係 如果不是你自己個人 或者說你的 你的同學啊 或者你的家人 覺得說 不滿有沒有 等一下 我先插播一下 我剛剛忘記跟大家講 那個我們今天有那個直播 沒有人 沒有辦法接受說 出現在直播畫面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剛剛我直播出去了 然後我們這個直播的這個影像 會有這個是公視 有一個叫什麼 什麼 我忘記你了 露露的 PNN 公視的這個 PNN 他們會有一個 也是一個 類似網路上的一個 論壇 也會放 就是今天的一些東西 會放在他們這個論壇上面 先跟大家講一下 有沒有人 不允許 你再放在那個網路論壇裡面的畫面 有 有的話 等一下 回去之前 講一下 好 然後這邊還有 聽說 司法 常常聽到很多 缺點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之前來 聽到一些原案的東西 然後 都會有一些 檢察官 或是法官 一些個人的因素 但是 這些 只要是人 就一定會犯錯 我覺得這很正常 但是 我想要不知道的是 以我這種 我不是 法律出身的 就是 應該有一個 類似監督的機制吧 但是 我不知道是沒有 還是 一般人都不曉得 對 我們也是 都找不到答案 就是 怎麼去監督 檢察官 或是法官 這些 在司法提供的辦公室 怎麼去檢察他們 或是 有沒有 不會感受到司法 獨立的保持 或是已經有 但是 一般人都不想 想問 所以 您的 您 如果說是從問題的角度來看的話 您主要是說 為了理解 就是說 對於 有時候檢察官或法官 在案件的判理上面有出錯 這個部分會 當出錯 造成原案面積的人的不滿 那至於 你剛才提到的說監督 那其實已經是 到後面的解放 就是說 就是怎麼去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是不是這樣子 嗯 那個表達不是很解決 OK 好 謝謝 前面 有嗎 來這邊 呃 就是 那個司委辰 老闆他之前 分享一篇就是 司法院 過來的問題 你知道嗎 想要請一下蔡老闆 是怎麼 就是 怎麼看待這些司法人員 過老的問題 司法人員過老會困擾你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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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 不滿 現在應該說 人民不滿司法 現在 你對於司法 對於 司法最不滿什麼 對啊 剛剛有一位 剛剛有人講說 這個 法官犯錯的 或檢察觀眾犯錯 到底怎麼辦 剛剛有 還沒有 剛剛有一位說 剛剛有一位 那個同學說 那個 有查到一些 黑暗的 喔 黑暗的 好 那個 就是 我那時候 找到那個 相關案件主要是 鎮榮齊案 還有 鎮榮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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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的 因為我的那個 研究軸體主要是 在證據 證據的方面 就是在那個 系統的證據的方面 我想說 就是 研究變動是包括 就是 就是 台灣法國代表美國 那 跟台灣還有一些 歐洲法系 那他們對於 證據一些取得 還有排除了一些 法則的使用 那在這方面 我發現台灣的 其實還蠻缺乏的 我不知道是我個人 查知道 太少還是怎麼樣 就是 我發現好像 比起 我後來講 台灣的資助是比較 像 漁榮 比如說以漁榮 漁榮感 就是動的大一點 就可能 法官在這方面的 權力是還蠻大的 那 有時候 比如像在 城隆其案的話 就是 可能是個 比較簡單的邏輯問題 就是 有A有B 不開始有C 然後為什麼華盛可以把解釋成 有A有B 然後一定有C 這樣 我知道為什麼是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 但是在看劉中的地獄是這樣的 我就想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 剛剛忽然想到 今天在 相控室法律課的時候 然後 那個老師就說 有時候會因為 就是 不起訴率 還有起訴之後的定罪率 然後 影響國籍上的排名 所以有時候 判決會被這個所影響 然後我就 然後那時候老師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表情有點不以為然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很奇怪 好像 好像粉末導致了 去為了追求一個名聲 然後反過來影響這邊 這邊判決的對錯 然後我覺得好像很奇怪 還有嗎 那 如果 還有嗎 不然的話 我就開始 說一下 我們準備的部分 OK 因為其實 像我個人關心 我個人跟一些夥伴 一些朋友 關心司法改革的 一年多了 那 在神經我們一直也會去思考 會去反思說 嗯 那人民的不滿是什麼 可能 就有觀察到 大概有幾個方向 可能是 首先大概 因為今天 這樣 首先其實 反觀不符合 很多人的期待 好 那 今天可能在座的大家都很客氣 很友善 但是如果說 其實你看那個 新聞媒體啊 關於司法新聞 下面的留言 通常對於 反觀的這個質疑 或者是攻擊 或者甚至是這個 不好聽的話 其實是蠻多的 蠻多的 那 那 那反觀不符合期待啊 那先回來說 那人民對反觀的期待是什麼 有人覺得 有人覺得 法官應該要像包青天一樣 伸張正名的請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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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今天的觀眾 蠻奇怪的 可能素質比較高 有個包青天 鐵面虎石 編總監 這個 這個蠻長壽的一個戲劇 還賣到龍賴下去 那 那 那 所以其實 我們在某些期待 某些其他場合 只有聽到有人覺得說 呃 法官不符合 人民期待說 欸 沒有去實現公平爭議 或者說 爭議來得太晚 那 那也有人覺得說 欸 太包青天了 剛好相反 剛才提到 有人提到的 還有兩位朋友都提到 跟冤案有關 那 那 那個可能就是 是不是說 跟親戶的權保障 有關 這兩個 這兩個 期待其實是對立衝突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有人覺得 在有些事情 怎麼 尤其說 環保案件 死案案件啊 那 那個其實會覺得說 欸啊 那有一些 有一些冤案 大家如果說是 冤案的時候 那就覺得說 法官 都沒有 這裡 有訴訟欽騙 剛才有朋友說 他有去 帶一個床廳嗎 那 這個是 因為我們在法庭上 其實也會觀察 其實有時候 我開庭也蠻像主持人的 啊 你有什麼意見啊 你有什麼意見啊 其實也蠻像 那 很多當事人 都正在 他的行為 在法庭上 有時候會表現出來 其實有些不滿 也會表現出來 我們直接就看到 我們知道他的功能 都會了解啊 好 那 有的人就是覺得說 法官講法案 聽不懂 那 這個 比如說像 刑事案件啊 刑事案件 法官一定問這個 證據能力啊 對證據能力有什麼意見 坦白說 對證據能力有什麼意見 你法律一頁都不見得 能夠講得清楚 那 那 可是 法律規定 法官要這樣 要問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 這個問題本身就很難理解 那 或者是說 像你是訴訟 你問 開庭第一句 一審就問這個 原告訴之聲明為何啦 上訴 第二審就問 上訴聲明為何 那你如果不是從事 法律相關工作的話 其實你真的不知道 在講什麼 有人覺得說他來告法官應該要幫他 他說我善良人耶 我好人耶 我很委屈耶 我有可能法官 竟然我來告法官應該就要幫我查清楚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至少他先講信我們來看看他有沒有講有沒有道理啊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去問 去問 可是有時候 我們大概從法官的立場就會去問說 我們不聊 他講的不清楚 我們想要了解說他到底要講什麼 或者是說他講的東西能不能證明 那可是從相反的 從對立的角度來看 可能會有一種一直被質問的感覺啦 那有的是 有的時候有些人會覺得說 法官是不是在逼他人 所以逼他撤回 逼他和解 逼他說他不願意做的事情 有時候這樣子 法官有時候是寄託啦 有時候是後來沒有講清楚 都會造成理解 當然 我們也不敢否認 我們也不敢保證說 保證說 那個 確實是有一些法官 在這部分可能有一點 姿態也要高一點 這就會連結到說 法官態度令人不爽 這個 應該這麼說 每個法官 他開庭有自己的風格 那當他也有律師的朋友 那可能在法庭上 他要不同的法官 那個是個性 這個各式各樣的個性的很多啦 那可能確實有一些是會這樣 不過這個其實在 在法官評鑑制度實施之後 這個部分 我想應該是有大幅的一個改進的 那這個 這個不用講 大家都會了解 對不對 胖魔書 或者說算贏人 但脫太久 那不然不管輸贏 脫太久都覺得不舒服嘛 然後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像這樣的字眼 大家面對面的時候比較客氣 不會去講這樣子啦 但是 當匿名在網路後面的時候 就都會講這樣的話 那媒體才會用這樣子的標題 然後 主要可能是在死刑爭議的判決 去吵說 去爭說 這個 什麼是叫發可能性啊 那也可以叫發 法官司機帶回家叫發 這些 我們都很了解 然後 像性侵兒哨的案件啊 什麼 蛤 這個幼兒是 跟這個成員人合意 性交 怎麼可能 很多商民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多朋友有這樣子的一個質疑 他覺得說 啊 法官怎麼會這樣子認定呢 當然 這個很多是跟軍事媒體的報導 實際上 法官怎麼都沒有這樣子的認定 那 另外就是像 死安的案件 死安的案件 如果說 判誤罪或刑犯 或者環保案件 也常常有這種 大家覺得侵犯或虎 所以會覺得說 這關係到每一個人嘛 然後 還有一些政治指標性的案件 其實像這個 之前這個 陳總統 陳總統 阿彦 這個馬總統 都有一些案件 讓人家覺得說 處理方面 受到批評的地方 那這個很容易就連結到說 對判決的不滿 那連結到對法官的不滿 然後另外也有一些人的觀點 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看 認為說 以前像 許水德說的 國民黨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那也確實 早期 在幾十年前的這個 其實在以前 不是國民黨 能當法官檢察官的 坦白講 就這樣子 在我父親的那個年代 那 即使是 那現在是在 因為法官法 在民國一百年 施行的時候 那時候 才立法 規定 法官不可以參加政黨 那個時候 因此而 退出政黨的法官 有四百八十幾位 那法官其實才兩千位左右 然後其中 最高法院 退出政黨的比例 有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其實 確實有相當高比例的 國民黨員 但是 但是 那有一點歷史的 有一個歷史的一個背景 好 那 呃 現在因為法官法的規定 所以 呃 法官是不會 是不可以參加政黨的 那這個資料 其實在網路上 你們可以查得到 我剛才講的那個 數字 那個現在的 副院長 蔡雄敦他之前 在 自由司法委託 有篇文章 你們用那個 法官 退黨 國民黨 去查 就查得到這篇文章 那 那早年的司法風紀 其實 呃 坦白說 也不是說很好 但是我要強調是早年 好吧 在那個 民國九十四年 最高階 還有一個政績專案 政績專案 坦白說 就是一個 政 官政自己的意思 然後在 在這個 政績專案的 之下 就是說 一些 封文 有問題的 就是 聽說有問題的法官 檢察官 那就被掛線監聽 然後 然後 因為像這種 貪獨案件 如果不是說 長期的掛線監聽 其實很難掌握到證據 然後 其實他這個運作下來 其實 已經少到十幾位的 檢察官的法官 但是 就 法院這個層級 層級來講 基本上 也都是在高院以上的 所以 都是很資深的法官 所以這個 我可能也是一個 過去的 但是 一直沒有一個很清楚的 一個 一個 算是一個情史 或者說一個 跟過去的告別 然後這個戒嚴時期 的原來未能頻繁 這個問題是 因為戒嚴時期 有很多案件 其實是軍事審判 不是司法審判 其實很多人 我先說一下這一點 然後 他在 本來 應該是戒嚴結束之後 他是有在 普通法院在救急的機會 但是國家安全法 第九條的規定 把他這條路封殺了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是 必須要透過立法去解決 但是因為 也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解決 所以 感覺上好像 現在的司法官 其實是年輕的司法官 入行不到二十年的司法官 還是會背負這些過去的包袱 還是會背負這些過去的包袱 那還有就是說一些 像比如說 以前陳雲林來台灣的時候 或是葉兆梅運動的時候 那有一些案件 他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 不去辦啊 還怎麼樣 那部分 比較是檢警的問題 因為 警方跟政治部門的關係是 直接智慧的關係 這個很清楚 然後在檢方 雖然檢察官可以自動 他覺得有犯罪顯示 理論上他可以自動簽分案 他可以自己簽分證辦案件 可是在行政程序上 即使檢察官他想要主動要辦個案子的時候 他還是要上簽 那如果主任檢察官跟檢察長不同意 那個案子就死了 那檢察官不可以辦黑案 不可以在沒有立案的情況之下 自己投辦案件 OK 這些可能今天跟大家談到的 比較剛才有發言的 那個問題比較遠一點 但是也有一派的人認為是 常常會用 好像用過去三四十年前的這種 印象 然後來修理現在的施法 那有沒有人想說說看這個 會有這些不滿 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說別人的不滿 那有沒有人想說說看 你覺得這些不滿的原因是什麼 不滿司法的原因是不是 對啊 好 我想說是因為可能是因為自己的問題 還有自身的權益沒有被保障到 因為通常我覺得如果說要走到訴訟這補的話 大家最終都希望說能夠解決問題 但自己的問題沒有被解決到 反而招來一大堆麻煩 所以大家可能會因此 對於司法覺得有些許的不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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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就是剛剛蔡法官說 就是關於那個離譜判決的事情 就是如果新聞爆出來 法官的判決不符合人民的情況 那我看很多臉書下面就是會有很多人 用很難聽的字眼的形容 那我個人覺得是不是可能就是 就是需要把一些法學素養的知識 帶到就是讓全民都可以知道 一些基本的法學素養就不會一直 罵罵那個法官的判決 你講的是法治教育的問題 好不好 要不要 我是想呼應一下剛剛指揮先生想 就是說我覺得在延伸去講話 是不是可以講說其實打從一開始 民眾對於司法的想像的期待 就不是這麼跟所謂法律人也好 或者說在法律簽證的人都想像是一樣的 就是剛剛法官問到 就是說這邊有沒有人期待法官其實是包青田 那雖然大家沒有人舉手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一般在網路世界的民眾也好 或者說一般的民眾的想像其實他所想的那個一個例行 大概就是包青田的樣子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其實程序上的就是法律很常去講的程序上的正義跟實質上的正義 可能不是民眾可以去理解 那可能也有跟剛剛講的 也有所謂法治教育的過程 我覺得是有相關性的 那大概是簡短是這樣講 對不起我沒有 我不是直接針對這個不滿的原因 所以請蔡法官容許我岔題 就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蔡法官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你到您30歲才開始學法律 所以其實您有一段 就是人格成長的那個人生 根本是跟這個無緣的 那您開始學法律之後 跟您在學法律之前 您有沒有感受到 就是說以前你也會覺得不滿的事情 但是你入行之後了解了 或是以前你沒有覺得這個有什麼不對 但是入行之後 你感到不滿了 就是因為您是比較是 有這兩段的經驗的差別 所以可能會有趣 你會在那邊加一一下 謝謝 可以嗎 好 我想要講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常常會提的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啊 就是常常對 就是剛剛講 網路上大家一直在罵司法 對司法很不滿 可是呢 我也發覺台灣人很愛互相告人 動不動就說 有充足的時候 我要上法院 就說要告誰 告誰這樣子 然後我就 你不是不相信司法 你就當時埋怨司法 好 就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OK好 那剛才那個 如果說 我先講一下 如果個人的那個 行路歷程或什麼的 我想留到最後中和討論的時候 再來談 好 不然等一下就等個樓整個歪掉了 好 那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樣公民論壇 其實 坦白說其實就是一個 以公共議題為中心的聊天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很輕鬆的來聊 是很好的 那那個 不滿的原因 其實分析起來一定會很多 那為了說 讓大家了解說 我們也是有反省的 所以我想說先分析一下 就我所知道的 司法核心確實出問題的 這樣子的問題所帶來的 這樣子的原因所帶來的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對於判決不滿 其實還蠻正常的 因為坦白說 我們在認定一個事實 都不 那個不管是任何人 包括檢察官、法官 都不是現場目睹 怎麼事情經過的人 所以某種程度量 都帶有一些推斷的成分在 所以有些事情的判斷 確實會 因為不同的人的判斷 會有不同的 對 就是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判斷 就是說所謂的見仁見知 這是有時候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 有一些問題 是來自於說 最高法院的見解 的確有一些是怪怪的 雖然大家很多人在罵的是 一二審的法官 因為通常就是有新聞的時候 通常都是一審判決的那個時候 通常兩大新聞點 一個是案件起訴時 新聞會報 另外也是一審判決時 新聞會報 然後大概 再來就一直到 案件確定時 然後會有一個小新聞 或者沒新聞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社會目光的焦點 會聚焦在起訴時 跟一審判決時 所以聚焦會 聚焦在一審法院的 蠻多的 但是其實有很多 是因為來自於 最高法院的見解 那 最高法院的見解 最有名的 大家會覺得說 比較特別的 大概就是 關於死刑判決的 這個 教化可能性 我們在別的場合 也有 聽眾朋友問到說 那什麼是教化可能性 能不能提出一個 具體可操作的標準 那 最高法院他發明了 這樣子的一個名詞 一個詞 可是他並沒有提供 具體明確的可操作的標準 那所以 就這樣子 那最高法院的見解 我再講另外一個小事情 再講一個 跟台中有關的 黎明幼兒園 黎明幼兒園的案件 自辦勢力重劃 這個拆除第三屋 自辦勢力重劃 就是會有一些 有一些人不願意配合 他的房子要拆除啊 那重劃會就去告他 說要拆 叫做拆除第三屋的這種訴訟 那他依據什麼說 法院依據說 其實像這種案子 幾乎百分半是拆的 其實就是以過去的那個經驗來看的話 那就是幾乎就是 都是要拆啊 那可是憑什麼呢 憑什麼呢 那 最高法院說是憑契約 契約 可是 可是 這個契約在哪裡呢 比如說黎明幼兒園 跟重劃會的契約在哪裡呢 怪怪的吧 聽起來是怪怪的 OK 那可是 上級審對下級審是有制約的 這些怪怪的見解 他會控制下來 因為你 像明示訴訟法是有規定 明示訴訟法是直接明文規定說 如果被三審發回 你在判的時候 你必須follow被發回的見證 你必須遵守 OK 這是為了要統一法律見解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的判決沒有被上級審維持 被撤下會廢棄 那你的維持率 在行政管考上有個名詞叫維持率 就是上面沒有維持你下面的判決嘛 那你的維持率就比較低嘛 那維持率確實是會影響到一個法官的內部分好的評價 那以前有在法官法施行之前 民規一百年之前是有考級的制度 然後在民規一百年那個法法施行之後 雖然沒有考級的制度 可是他換一個名字叫法官的年度的職務評定 那在決定 大家都同事嘛 誰要當優良法 誰要當良好的法官 誰要當不良的法官呢 比什麼 比誰的未結案啊 比這個 就比未結案的數字啊 比這個維持率啊 還有一個數字 還有一個名詞叫維持 那叫折服率啊 就是不上訴就折服的意思啊 就看上訴的那個比例 那還有就是說在人事調動的時候 因為還是有些一審的法官希望去二審 二審的法官希望去三審 然後他在調動的時候 他會參考 比如說一審的法官要去二審 那司法院會參考二審的法官 對於這個想去二審 想去的這個法官的評價如何 那如果說這個就是常愛作怪的 那上面的這個資深的前輩覺得說 不是很欣賞的 那他們可能就會 他們給的意見可能就是比較不是很支持這一位 他們希望換別位來這樣子 所以透過 那管考 透過管考 透過調認識的調動 透過這個方式來制約下級審 這當然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好處啦 因為很多人對司法的批評是說 初一失誤不一樣嘛 說法律見解沒有同意 但這其實有好有壞啦 如果說都統一漸進 可是是統一成不好的漸進 那其實就都不會進步了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剛才講是一般性的 再來就是提的就是一個候補 和世俗制度對於新任法官的循環 一個法官他分發當法官之後 他會有先經過五年的候補期間 叫做候補法官 當然對外的還是叫法官啊 但在內部的話他叫候補法官 然後再經過通過之後 再經過一個世俗法官的一年 然後這個制度的審查 它並不是光審查 它主要審查兩個東西啊 一個審查你的書類 就是你過去寫的判決啊 裁定啊 你自己挑幾件 然後在電腦幫你挑幾件 然後就送給一個叫做書類審查委員會 去審查一下 然後審查說 這樣寫得OK啊 所以這個制度不改 這個書類審查沒有去 這個制約的方式沒有去動的話 你去要求候補法官說 世俗法官說 你就應該要怎麼寫 你應該怎麼寫 跟不要跟以前一樣 這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它就是制約在那裡 你一定要打破那個結構性 那另外就是說 不只是裁判書的寫作方式 還有就是說 你平常為人處事如何如何啊 叫做敬業態度 他會敬業態度 那這個是由誰來給你這個法官打成績呢 就是他的所屬的那個庭長 或審判長 還有院長 所以這很多事情是兩難啊 說這是一種控制跟訊話 我想他的確是 然後但是如果說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管考 大家會覺得好像又不放心 好像反方沒有受到任何的監督 回憶一下剛才那個 那個朋友提到的監督 其實你看有沒有 您可以聽到 已經聽到好幾種監督方式了 那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問題 特別提出來講 因為很多法國 剛才一開始有朋友提到說 你辦你土木的是那個案件 讓你遇到覺得說 法官並沒有土木的背景 其實也蠻正常的 因為法官又不是因為 懂土木才當法官 他是因為通過法官的考試 當法官的嘛 那這個 那個 一般的專業案件啊 其實法官他 不是很瞭解 特殊專業背景 這個部分其實有一點 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問題 因為社會上的各式各樣的專業 非常的多 然後每一個法官都要有 多種的專長 其實這有點做不到 但是至少說在鑑定制度的輔助之下 法官只要聽得懂當事人在說什麼 法官只要夠謙虛 然後不懂得 當然其實有時候工程案件 太專業的東西 有時候沒關係 聽當事人來告訴法官說 到底是怎樣 至少主張講清楚 那至於那個專業領域的判斷 他不是法律的判斷 那法官也沒有能力去做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制度上就是送鑑定 送鑑定這樣子 但我們特別要去講的是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很特殊 行政法院基本上 他應該要具有公法的專業 憲法啦 行政法還有除稅法 各方面的公法 但是因為我們的行政法院 他的行政法院跟一般的普通法院不一樣 一般普通法院原則上是三級三升 那行政法院是二級二升 三級二升 對啦 加上那個檢疫 加上檢疫啦 加上那個 有一個行政檢疫事件 他會在地方 在普通法院的行政訴訟庭 但是那個只處理 現在是四十萬以下 那個只處理四十萬以下的標的啦 那大部分跟 大部分比較 社會上會注意到的那種 比較公派案件啊 這種 通常還是會到高等行政法院 所以很多案子他第一審 他就是在 事實上其實大部分的案子在第一審 他就是在高等法院 那這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必須要非常地資深才能去當高等法院的法官 那這些法官 他們在當年參加國家考試的時候 是並沒有考行政法 那現在有很多公法的 新銳的學者或者是說 其實很多法官其實也是學者啦 他本身也是在念公法的碩士博士這樣子 那這些人 他能不能進入那個行政法院的系統 沒辦法 沒辦法 等個十五年再說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人民在行政法院很難勝訴 當然在 普通法院的 那個行政訴訟已經不一樣了 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在 高等行政法院 還是有這個問題存在 據一位朋友知道說 他在 普通法院的行政訴訟庭 人民跟人民的生訴率跟機關生訴率比起來大概一半一半 就是沒去完的啦 然後在高等行政法院的人民的敗訴率大概是大概九成左右 很多律師提到行政法院都很不耐啊 另外就是說 其實司法的人力跟資源是有增加 可是追不上新增加的業務 包括全新的業務 立法院忽然誰想到要做什麼事情很好 要給法院做就丟過來了 那也沒有因此增加什麼人力資源 那還有一些其實 還有就是說本質上的案件增加啦 因為確實現在比起過去 重視自己的權益 而且知道透過訴訟來徵請權益的人 可能是比以前還要多 這些屬於是司法本身要檢討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其他絕對不是只有這些問題 但是我想其實 我想他應該給理解 其實有很多部分的不滿 還有來自於資訊的落差 雖然有些人是親身經歷 可是親身經歷他可能是一個片段的經驗 他不見得知道他背後的脈絡 然後最多的就是聽說啦 其實真的自己親身經歷 然後覺得因為親身經歷 出動經歷體驗不好而不滿的人 可能也不是那麼多 大部分的人可能是透過電視網路 請友同學等等聽說 那聽說的話其實那個只能信一半 只能信一半 那這個還有一些人比較倒楣 遇到司法反流 就像這個名嘴在說 在電視上說 哎呀這個 這個其實都有在很多 很多法官都有在收錢 那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是很多律師都有在收錢 他說是要送給法官 假設啦 他當然他有可能是 可能他這樣講也是互走的啦 但即使是這樣子 那是不是有些人 告訴你說他可以幫你去打封關節 跟你收了錢 事實上你根本就是被騙了 好 那 說到這個 說到這個今天 今天的靖州刊 今天的靖州刊好像有一則報道 就是說 有那個 有一個相關的報道 那個 就是有司法 跟司法反流有關的一個相關的報道 有人去恐嚇法官 那那個 還有一些就是說 媒體的專業低落 甚至不惜的造謠 這一點是我們要感到很 是感到很遺憾的 因為確實我們認識一些記者 是很專業很用心的 但是 有一些媒體可能為了要 提高他的一個 吸引人家來閱讀 他會把新聞做得比較聰動 比如說 在這個 三月底的時候 有一則這個 還是一週刊 他報導了一個 校長 性侵他的一個七歲的 子女 好 那這個新聞可能有些朋友 比較有印象 看到有人點頭了 好 那這個 這個案子是 雲林地院的一個判決 那這個判決是 是認定是說 他認為證據不足以證明有強制性交 那他認為有權勢 利用權勢或機會而為性交 然後他後來判了這個 因為對未滿十四歲之人為性交 還猥褻的罪 比那個利用權勢機會的罪還要重 所以最後就用了那個 二二七條 以那個未滿十四歲的人 來那個猥褻 猥褻跟性交猥褻來判 好 就是這麼一件事情 那今天他判的對不對 我們姑且不對 因為其實他是未確定案子 我也不宜去評論他判的對不對 那你媒體如果說要去判 去評論說這個判的對不對 我們也無所多 這個我覺得也是尊重 但是法院的判決 並沒有判 並沒有認定說 那個被告跟被害人是合意性交 並沒有這樣認定啊 那可是一週刊他做的一個媒體 他做的報導 他的標題就是 法官竟然認為是合意 那像這種情形就會造成說 很多人覺得說 他就把法院的頭髮判掉對不對 那可是事實上 沒有這樣認定嗎 還有最近前幾天的 台中地院有一個判決 判到是判的說 媒體的報導是說 有一個人 他綠燈執行 然後呢 被窗燈的人撞 然後呢他還要賠169 還是168 那可是事實上 法院的判決 當然也是一樣 判的對不對我們也不去 我在這裡不便去評論他 因為他是未確定的判決 可是你去評論他判的不對沒關係 但是你不應該去講他沒有判的事情 然後說他怎麼那樣判啊 因為那個判決是說 他在被告在進入入口的時候 燈號已經變成黃燈了 他不是 他不是綠燈執行 然後呢是說他闖黃燈了 所以他當時的注意 他應該要更加注意 結果他沒有注意 被撞了但是也是沒有注意 還有他是判決 不會有賠償金的問題 可是媒體的報導就會變成說 這個人好可憐喔 他綠燈耶 他被人家闖黃燈的撞 然後他還要陪對方一百多萬耶 好可憐 所以我剛才講說媒體的報導的時候 就是信一半 他可能不見得全然是瞎掰的 他不見得全然無中生有 可是他只要調整其中一兩個關鍵的要素 就會給讀者完全不同的感覺 那其實如果說不知道就算了 但是其實媒體他在報導的時候 他本身有看過判決 然後故意做出引導 對於頻道讀者產生一種印象 可能判決其實不符合 其實我覺得可以說已經是造謠了吧 那另外就是說 好 那正確資訊在哪裡 或者新的資訊在哪裡 容易查嗎 好像也不是那麼容易查 或者說好你查到了 可是看不懂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要想辦法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部分至少在司法行政部門有義務有責任 使這個正確的資訊 或者說新的資訊 能夠更方便的讓全國民眾來取得 那事實上司法院在近期 已經有在朝這方向在努力 像以前的判決喔 是你沒有辦法說 我要告訴人家說那個判決在哪裡 然後就弄個網址 叫人家聯播去 那現在可以了 這個就差很多 有時候在討論事情的話 回到那個判決本身 那以前是連這個都沒有 就是我要把那個判決分享給我的朋友看 以前沒有辦法 你要叫我整個轉貼 我叫別人自己去查 那誰要去查 對不對 那我很麻煩 那如果是有些資訊是比較難懂的問題的話 那個就是一些 這是更棘手的問題 就是說如何的 使得法治教育方面的教材 能夠更平易近人 或者是說 各種提供的諮詢服務的管道 能夠更暢通 另外那個其實公民法治教育啊 還在萌芽這個部分 是這樣子 其實像我的小孩 現在念國二 國中二年級 現在下學期 所以我也看他的公民課 社會課的課本 有關公民的單元 其實現在他們 現在小朋友的那個 公民課裡面 免會法律的部分其實教很多了 教很多了 教很多了 像那個刑事判決啊 要有罪刑法定原則啊 然後要構成要建蓋檔啊 要有違法性啊 要有可責性啊 這些在國二已經教了 真的 然後刑罰的目的啊 是這個 是 引爆啊 是什麼矯正啊 這些 國二已經教了 所以其實 你要說 再往下扎分 其實我覺得他們小朋友的 孤單已經很重了 重點不是說 再往下扎分 而是說 我們有適任 我們有適合的公民教師 能夠把這些 這麼難的東西 大學法律系才學的東西 能夠教會這些小朋友嗎 還有 也許其實是 現在公民教師也許也不錯 也在教 但是 是不是要等這一代 等現在十幾歲 十四歲的這一代 他們長到二十歲 二十四歲 三十四歲的時候 過十年二十年 我們這個社會的 公民法治的程度 就會慢慢提高呢 要等 要慢慢等嘛 好 那所以說其實 教育我們有在做 但是還在萌芽 這是我所說的 好 那我回過來看 剛才那個是我抓出來 最主要的兩個大的問題 一個司法本身的 我們檢討 檢討起來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從行內人來看 怎麼去幹這個司法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說 有很多是 資訊的落差 造成的誤會 那誤會其實 就是有機會 能夠來澄清 所以彼此都是好事 我們的社會 就會減少很多的內耗 那可以吧 真的檢討出來 是什麼問題 是需要解決的 原因在哪裡 那進一步再來談 那用什麼方法可以來解決 我覺得呢 就是一個比較健康的一個互動 事實上這個也應該是 這一次司法改革 國師會議的初衷 初衷 雖然有一點造間 那 那 法官不符合期待 這是其實就剛才 我們回過來看 剛才講的 法官不符合期待 這個部分其實有 首先其實 這個部分其實跟 法治教育關係比較密切 或者說它其實它跟文化 關係比較密切 大家對法官的期待是什麼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在我們社會上可能需要 更多的討論 那 訴訟的 體驗感覺不好 這種情形 如果說又遇到 司法黃牛 那就完蛋 所以 訴訟體驗感覺不好的時候 他是不是知道 可以去找訴訟輔導科 可以去找法律輔助基金會 不一定知道 其實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那 所以 社會上有一些提供 服務的資源 甚至是免費的資源 甚至是免費的資源 然後要如何讓更多的人 能夠 能夠了解 那當然如果真的是 法官不好 投訴他 也有相關的機制 但是如果是出於 誤解的部分 那也有 也不要亂打聽 其實就是 就是 各法院有訴訟輔導科 有聯合服務中心的會台 就自己去問 法律輔助基金會 現在也有做法律諮詢 它除了是讓沒有錢的人 也可以打官司以外 法律輔助基金會 它是 是法院便預算 補助的一個 的一個 基金會 這樣子 那事實上 也就是說 法律 從法律輔助基金會 那裡得到了服務 事實上是納稅的錢 就是實際 就是一個國家 這個當作一個國家任務 只是說它用一個基金會的行事 來進行這樣子 那 講到恐龍法官 離譜判決 這個問題其實 其實很多人就是說 從廣泛的來說 就是 你們都亂打 但是這個問題真的要檢討起來 必須要個案來解決 必須要個案來檢討 只有從個案去檢討 才知道問題點在哪裡 才知道那個判決 是不是真的哪裡有問題 那 你才有 那再進一步去延伸說 是不是法官有問題 否則的話 就是 都不去討論個案 那直接就說 都亂判 為什麼會都亂判 所以就是鬥頭 那個其實 那個不是對話 這樣 這個其實是在 這個是 這是很令人傷心的事情 那至於說 黨國體制 這個司法傳統 這個是屬於一種 轉型正義的範疇 坦白說 其實我也了解 其實關心轉型正義的人 是有的 但是在場社會上比例 不是那麼高 那只是說 確實有一些人 尤其是現在 我60歲以上那一輩的人 他們對過去的印象不太好 對過去司法界的印象 是很糟糕的 那所以 會帶著過去的 歷史的眼睛 來看現在 他對現在 又不見得真的了解 好 那講到這裡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現在司改國事會議 熱門的話題是什麼 或者你在報紙上 看看到了幾個話題 幾個議題 很奇怪喔 就是奶嘴法官 奶嘴法官 是老一輩的 不管是司法院的 還是這個 律師界的 大概 最有共識的在這個部分 老一輩的共識就是說 欸 奶嘴法官 因為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就是 剛才如果說 剛才回想說 那個 有問題的案件 就是大家覺得 是禮服判決 是恐龍法官 判了判決 其實你是去看 那大部分都是自身 法官判的 可是因為他 並沒有去檢視這一層 所以就會直接 聯想到說 為什麼會亂判 是不是沒有社會經驗 所以亂判 所以就是奶嘴法官的錯 所以就是改革奶嘴法官 包括說 解決方法 可能就是 有多元禁用 多元禁用 其實是蠻好的事情 多元禁用是一件好事 那考選期 延長是七年 就是說考試跟選證的期間 要延長到七年 這個就 看看大家覺得是說 現在的司法很好 是年輕人不行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要嚴格考訓 然後要把年輕人進來 都訓練跟老人一樣 他才可以上 他才可以上食物工作 如果大家是這樣覺得的話 那這個方向就是對的 那如果大家是覺得說 不對喔 這個是恐龍 判決是來自於 最高恐龍 那是因為有一些人 他比較保守 或者說他有一些 過去的一些 比較不好的傳統 當然不能一般浪漫一傳人 但是確實有一些 這樣的傾向 那你要去改變他 或者你覺得說 有些見解是不對的 甚至有些法律規定 是不對的 你要靠誰去衝撞他 你要靠誰去提出 新的見解去挑戰他 那你不靠年輕人 你不靠先輕人 要靠誰 那所以其實這個 有一點是 我們去回顧 我們去看前面的問題的分析 到後面這個藥房 就會覺得他是有點 有點矛盾 就是 我們要去改革一個東西 可是我們這個藥房是 去加強這個東西 我們認為 司法太過保守不好 可是我們這個藥房 是讓他更保守 那這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 那陪審制 很多人說 陪審制啊 因為法官都亂判 所以有人民來取代法官 那我們在這裡 沒有時間去講 陪審制的 這個做一個介紹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點 針對 尤其像陪審團協會 他們是希望說 他們的主張就是 由陪審員來取代法官 那我只問一個問題 如果是你自己的案件 你如果你自己遇到案件 你希望有通過國家考試 沒有任何民主基礎 他就是通過國家考試 具有法律專業的人 那這些人你可能也不認識 你不見得信賴他 但是他只希望這件事 考試及格具有法律專業的人 你希望這件事 來幫你做判斷 還是說你希望 就是說去找一些 隨機的去挑一些 不懂法律的人 陪審員不可以有法律人 不懂法律人 隨機去挑 然後來幫你做案件的審判 如果你自己的案子 你是被告你有選擇權的時候 你選哪一個 你選哪一個 希望把你的案子交給一群不認識的 非法律人的請舉手 沒有 好 一個 一個 OK 希望把你的案件交給一個 他就是說通過國家考試 是具有一定法律專業的陌生人 去幫你做判斷的請舉手 還是 1 2 3 4 5 6 7 8 9 好 請放下 OK 其實這就是現實的問題 我們覺得 主張陪審制的朋友 他是認為別人的案子要陪審制 他自己的案子要不要陪審制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問題的 其實很多法官都支持陪審制的 我想如果你說法官做 那個問卷調查應該會 郭伴書會支持陪審制 因為這對法官來講是好事 那有些法官去指出說 陪審制有一些什麼問題 就可以說成是反改革 所以這個都不是很健康的討論 改革 反改革 都是帽子 具體來講是應該說 這件事情你這樣做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那你說的壞處 我是不是有解決方案 那你說的好處 是不是樂觀太過樂觀 這樣這才是一個對話的基礎 像這個現在很熱門的 金字塔審計組織 現在 最高法院跟最高行政法院 跟公務員成績委員會 合稱就是三中生 這三個就是屬於 算是最高法院這樣子的 那個等級這樣子 它的原額大概是一百出頭 一百人左右 我記得一百零幾個樣子 一百出頭 然後現在 大家在媒體上 應該有看到它的 現在的方案 那個斯改國際會通過的方案是說 它改成二十億人 最高法院變成十四 然後最高行政法院變成七人 很明顯的人數 把最高法院的人原額減少 所謂金字塔就是說 本來最高法院的人比較多 現在讓它變得比較少 這樣子 法律見解比較容易統一 還是說怎麼樣 但是某種程度來講 其實就是 從另外一個比較白話的教教 就是把最高法院的法官給它砍掉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你要看它的目標是什麼 跟我們前面分析的問題 有什麼地方是有關的 可能是不是在轉型正義方面 但是這樣又會不會有 一開始打翻一串人的疑慮 還有就是說 它只是不在最高法院而已啊 它也不是真的砍掉 它還是到 它可能就到一二三去當法官庭長啊 或者它就去當律師啊 對 那法官平靜的修正 其實像這個民間司改會 就一直在推這個 為什麼要法官評鑑 法官評鑑 其實今天我蠻推薦的 大家今天那個在 端傳媒嘛 那個 清方那一天在端傳媒 他今天有一個學者 在許清方 他在端傳媒 他有發表一篇文章去提到 法官評鑑 跟 法官追求獨立性的 本質上的一個衝突 因為 為什麼要法官評鑑 因為要監督嘛 覺得這個法官有 有不好的情形 所以 評鑑制度其實它就是要影響 法官的行為 從行為科學角度來講 就是說你一定要 開始給 混棒還是給 紅蘿蔔 來改變一個人的行為 法官評鑑 它某種程度來講 它本質上就是這樣子啊 不然的話你評鑑要幹嘛 你當然就是希望改變法官的行為 甚至改變影響法官審判的結果 那雖然是要案件 卻 你在案件進行中 雖然不能夠馬上去申請評鑑 不過這個制度很難 以後怎麼變也不知道 但是 你對這個一個法官 申請評鑑的時候 對於它目前手上的同類型的案件 你說完全沒有這樣的心理壓力 其實這樣講是不太切時機啦 多少就有心理壓力了 那我們是希望法官聽誰的話呢 還是我們希望法官獨立判斷呢 那人性都是這樣子 我們都希望法官聽我的話 不要受到對方的影響 好 是不是都這樣子 那 所以這個是不是能夠 這個是不是也會有一些副作用嗎 我不知道 但是這些 是不是說跟 民眾 對於司法 認為哪裡有問題要去改 有沒有很密切的關係 其實 好像沒有很密切 好 這個比較多是 就是一些 團體或者是一些學者 他們就是在 正式說在推動他們的理念 可以這樣說啦 好 那這個是在 法官財德司法連線 其實也有提出一些 什麼自己的想法 譬如說 我們同意審級制度 應該說我們還是支持審級制度啦 那 但是 也就是說某種程度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尊重審級制度 二審確實有權力去 撤銷廢棄一審的判決 那三審確實有權力去撤銷 會計二審判決 這個是 制度施當 我們要去尊重它 那 但是 是不是說要鼓勵基層的法官來申請釋憲 鼓勵基層的法官來提出修法的建議 那可以很快的促進社會的改變 很多人對司法的不滿 其實源自於某個見解的問題 也會源自某個法條的問題 然後 但是如果一直在這個訴訟的漩渦裡面打轉 那最後結果大家還是會不滿意 那如果問題是處在法條 那趕快透過視線的方式 透過修法的方式 就可以從根本去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建議行政法院的第一審去告願化 就是說 行政法院的第一審不要再 有不要再維持高等法院的位階了 那最重要的是造成它人事上的流動 能夠讓剛出來的那個工法的新銳的學者 就能夠當新任的法官 他就能夠去行政法院了 這個其實如果這麼做的話 大概五到十年行政法院的功貌就完全改變了 那還有就是說 因為在司法院或者在法院工作 大部分都是因為會讀法律嘛 那法律是一個規範的學科 跟其他的社會科學比較不一樣 所以對於可能他很懂法律的解釋啊 可是對於如何做管理 如何做成本效益分析 如何善用統計資料 可能是外行 所以我們的司法的業務才會一直增加 但是常常會發現說 事先沒有做好準備 或者沒有考慮到一些副作用 或者沒有考慮到它的成本 所以其實有必要去引進成本效益的一個分析方法 來檢討現在的業務 當然我們希望說能夠增加原額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就增加人就好了啊 不那麼簡單 那這個有法令的限制很多人不知道 有一個總原額的限制 那必須要立法院支持 把那個司法院的原額限制打開 那才能夠再加人 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 那加人是一個解決方式 但是如果說做了很多窮忙的事情 花了很多資源 可是效益非常小的事情 那這個其實都叫成本效益分析 才能去處理的 那往常 以往是比較欠缺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另外就是說 非常重要就是說 加強司法與社會的溝通 不管是在新聞處理上面 然後在網路的資訊的提供 還有各個法院 像我剛才強調的那個訴訟輔導的服務 其實那純粹是法院的行政服務 那這部分如何能夠讓更多的人知道 或至少說法律輔助基金會 到現在還是很多人不知道 還是很多人都會說 爸我又沒有錢怎麼打官司 可是法律輔助基金會已經 這個制度已經多久了 那還是很多人不知道 那這部分必須不斷不斷的再去加強 這個溝通 那我想說這樣才能夠去對症下藥 我們今天提到的其實都是舉例子 就是說就這幾個 絕對不是說所有的問題就這幾個 所有的解放就這幾個 絕對不是喔 這個我先澄清一下 而是說我們想到其實 有這幾個問題可以去解決 就這幾個方法可以去解決 剛才提到的一些問題 好 那當然我們真的要做一件 這個國家要做司法改革 不是學者個人的研究而已 不是一個法官個人的想法而已 是整個國家要做司法改革 那必須要系統性的去收集資訊嘛 那目前有關於司改的民意的系統性的收集整理 有兩個 一個是民間司改會在去年試辦的 就是他們做的一個活動叫全民司法改革運動 我等一下會主意去介紹 另外一個就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籌備 然後到今年二十月下旬正式開始 目前還在分組會議進行當中的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那這兩個 這我有附這個網址 大家點進去可以看得到 首先我先來介紹一下 司改會在去年五月到七月所辦的這個 全民司法改革運動 我先我必須說司法改革運動 民間司改會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那我唸一下 他主要是三個階段 其實跟我今天所進行的非常的像 就是說第一個 他認為說要收集各方意見 了解大家覺得司法哪裡有問題 有沒有 就是跟我一開始要確定的 到底大家覺得司法對司法哪裡有不 對司法不滿是在哪裡 要先釐清嘛 大家都很滿意 那為改革而改革 為改革而改革 那就有很大的問題了 那確實是一定會有些不滿 也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滿意 對不對 尤其這個 最近公布 反觀的好感度超低的 那再來 就針對體檢出的司法問題 評估司法問題背後可能的結構性成因 這部分的分析其實 我們先講回到剛才講 大家覺得司法哪裡有問題 這跟法律專業其實沒有關係 任何人他都可以說出他對司法的不滿 或者是說他對司法沒什麼不滿 那這就是人民的感覺嘛 至於說結構性的分析成因可能就要一起討論 我相信我剛才講的一些事情 可能在座有一些朋友之前沒有接觸過 也不了解 可能今天第一次聽到說 原來是這樣子 還有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是法律人跟非法律人 要一起來討論 而且事實上 即使是法律人 律師所了解的事情 跟法官所了解的事情 跟檢察官所了解的事情 各自有一些獨到之處 跟各自有一些死角 那必須要有些交流 那還有學者當然也是很重要的 那這些分析的時候 非法律人還是很重要 為什麼 你才不會走進去啊 對不對 這次一定要扣緊說 我們這個分析 是在分析人民的問題 人民提出的問題 再來 就這些原因 當我們把原因找出來了 這時候再去檢討說 那有什麼方案可以來解決 來克服這個原因呢 那它是不是有什麼優點缺點 甚至它的成本效益的分析 那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流程 那後面這個部分 其實改革方案 這部分其實就是可能會 後面就會越專業 那維持非法律人的參與 那維持非法律人的參與 應該一直就重點是在 確保它是要解決 這個改革是要解決 人民所想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到後面太著重於解方 那是不是 大家在討論說 這個解方應該這樣要 你要支持我的解方 還是你要反對我的解方 還是怎麼樣 那很容易忽略到 那它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而這個問題 是不是人民所關心在意的問題 因為這還有成本效益的問題 這是它調查出來的結果 做一個系統性的調查出來的結果 那最多票的是 它這裡有一個投票的機制 最多票的是1369票 然後是有關於輿論的 這個是媒體報導的問題 第二名是1366票 也是媒體報導的問題 然後第三名 1135票 是受刑人出獄後謀生困難 第四名是1128票 是民眾不熟悉 400人做食物 對400人做產生誤解 然後再來第五名是弱勢族群 需要更多的協助 那我不足以念了 大概就是說知道說 最多有一千多票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排下來 那這些是不是司改會 他先把議題先擬好 然後讓大家來投票 不過不完全是這樣子 他一開始列的題目沒有多少 他有一個開 這個叫做開源審議 在審議市民主當中 他有一個概念叫開源審議 開就是開啟的開源 是源頭的圓 叫開源審議 就是由參與的人民自己來 可以加自己想探討的問題在裡面 他在這個地方 他有提出新問題的一個選項 好 那你看 這字很小 所以我唸出來 就是說有一個人他就投書 不是投書 他就是在利用這個網站 然後他就去登錄發言 他說 不管是法院或判決 法條或判決書 許多民眾根本看不懂 有人就反映說這樣的問題 那有另外一個人 他也在這個網站上 他就提了相關的問題 他說大陸的法律寫的白話 把判決也白話 怎樣怎樣 然後管理員就出現了 在這個網站他有一個小編 他就說 我們在另外一個討論串 有提出一個問題的描述方式 就是法律文書 應該盡量使用清楚易懂的格式和書寫方式 那這樣子有沒有可不可以涵蓋你的看法 那這一個人就說可以這樣可以 OK好 那就變成一個新的 連同另外一個討論串 他就變成一個新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丟出去 讓其他人也可以加入投票這樣子 他加進來 有關於判決白話文這件事情 再倒數第三行 法律文書 這個應該盡量使用清楚易懂的格式和書寫方式 他得到三百兩票 OK 這是一個議題 是由民眾提出來的 由參與的民眾他自發提出來的問題 那經過網站的管理員的整理 給大家投票 然後他是個問題 但是他跟 但是問題 不同的問題 他得到的票數是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關注的程度不同 那我們是不是要解決所有任何人提出的問題呢 我們可能心裡想可能也做不到 所以 按照關注的程度來決定投入資源的比例 恐懷也是有必要的 好 好 那這個是總統府司法改革國師會議 然後他是在11月開始的 去年11月 那全民司法改革運動 那個是從去年5月到7月 這是11月 所以這是在後面做的 然後他一開始是做意見徵集 在最左邊地欄意見徵集 然後呢 點進去之後 他有一個叫做有話要說 就是你想要發表什麼意見 你就發表吧 好 看看大家說什麼 就是 這個PPT是在4月30號做的 所以他上面的訊息 最後一則 最新的就是4月30號當天的 然後就是說 你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發表任何意見 然後自己下任何的標題 那他沒有做 跟剛才那個不一樣 他沒有做過濾跟篩選 然後 而且新的意見會蓋過舊的意見 所以你之前有 即使有很好的意見 但是在 他會一直被 很快就沉下去了 很快就沉下去了 再來 他就是 剛才那個意見徵集這裡 他另外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議題開講 議題開講 他是把 他去把剛才的 網路上的留言 他去做分類 他去做 有編輯去做分類 分類成 法官 檢察官 律師訴訟程序 刑罰制度 監獄400歲 這個我是看著 他慢慢成長的 就是他一開始沒有那麼多 然後隨著留言的人多了 然後他就歸類 就越歸類越多種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他裡面的內容 他的回應有多有少 他有一個回應十八字 我最下面 法院判決見解不一 法律適用標準 因個案而已 民眾無所失從 那就這一個問題 看起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也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 那進來看 進來看 那編輯就是說 欸網友提到啊 像這樣問題 然後這個有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想法呢 就這樣子 他沒有再進一步跟網友 就沒有再跟留言的人去做互動了 沒有了 再來就是網友之間的互動 所以我們會看到 這裡像這個 欸這有一個人 他就說 啊沒有科學證據指出我犯罪 卻判我有罪 看起來他是 他是某一個刑事案件的被告 然後他覺得非常難過 會休想結束生命正義親伴 然後呢 那有人就回應他說 他先把黑心思法改革一下 先把黑心思法改革一下 然後還有說 就算要死也要在國際媒體前 決實抗議 像這樣子的討論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 這樣子的討論其實對於 對於說這個議題 其實是沒有幫助的 當然裡面也有一些 比較有建設性的意見 沒有錯 可是就全部都混在一起 全部都混在一起 所以 那你看一下就累了 然後 這些東西 在今年二月份 就變成這樣子的東西 好 這個就是 啊 正式公佈 司改國是會要探討 哪些議題 很多 而且看起來都很 都很正經八百的 這個 你看光是第一組 這是第一組 保護被害人與弱勢者的司法 然後他要討論 保護犯罪被害人 然後有一二三十五六點 每一個點 都至少是一個議題 事實上那個議題 去仔細去分析 其他可能又會變成三四個議題 然後減少冤案與強化究極機制 也是 有一堆 然後保護弱勢族群在司法中的處境 這個跟全民司法改革 裡面集中排名前 蠻前面的有一個有項 然後司法科學啊 鑑定機制與專家證人 如何如何 然後整法不公開啊 媒體啊 民事權保護啊 如何如何這樣子 這個才第一分數而已 剛才講的九十六分議題的其中一部分 好 然後這是第二組 第二組是很重要的組 為什麼 因為司法院院長也在這一組 那 那他這個 要叫做 第二組叫做全民信賴公正專業的司法 這比較抽象啦 他第一個就是要去 他就關於大法官解釋程序要怎麼去改的問題 再來 關於司法政策權的歸屬 就是說 司法行政的工作 司法院所掌管的一些政策性的工作 是不是要離播給法務部 以後司法院就解散了 只要有最高法院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問題 然後呢 二之三 二之三的那個叫做建構效能精實的法院組織與程序 這是形容詞啦 這是形容詞 沒有什麼意義 真正的意義是後面的第一點到第14點 那個 那個一堆的議題這樣子 剛才講到那個金字塔的那個審計組織的改革啊 也是在這個裡面 終審法院成員員而及選任程序改革 這樣子 那關於行政訴訟 行政法院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在這邊沒有 關於行政訴訟它只有一個 以停止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制度的檢討 行政訴訟法以停止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制度的檢討 其實它這個議題本身 就很抽象啦 其實坦白說也不是大家都看得懂 好 那 再來 建構專業的法庭法院 然後這些 這裡有行政法院的運作檢討 跟行政法院應直接判命員處分期間做成原告 身告內容是行政處分等 然後在第三分組裡面 叫做全責相符高效率的司法 那這裡面也有很多 關於那個檢察官的定位啊 你看報紙最近很多在寫關注檢察官的定位問題 就是在這一組 主要是在這一組 那還有就是說法官評鑑制度 也在這一組 也在這一組 然後還有那個 法官的什麼 那個 關於那個法官的那個多元性用 對也在這一組 還有他的那個退休幾部 是不是要放在 是跟年輕改革在一起 還是說 另外 在討論 法官的那個 退休之後的幾部的問題 在這裡討論 這一組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組 然後 也是目前爭議最大的組 然後再來 第四組 關於參與 透明清清的司法 這一組也去討論 這一組去討論國家考試跟選任方式 剛才那一組去討論多元金用 其實這個有一些相關的議題 但他拆在不同的組 這只是有一點問題 那還有就是說 司法官學院 法務部的司法官學院 跟司法院的法官學院的整病 那這不是這一組的重點 這一組的重點 是人民參與審判 人民參與審判 是陪審制啊 參審制啊 什麼是這一組的重點 然後 還有就是 這個 法庭直播 這些就是公開 更公開透明 這屬於這一組的重點 然後第五組 是維護社會安全的司法 這一組所講的司法 其實可能涵蓋到 檢警、抑證方面的 那個 就是跟司法院的關係 其實沒有那麼緊密的 可能跟法務部啊 跟設政啊 那邊比較緊密 還有抑證制度的改革啦 毒品政策檢討 跟如何有效打擊犯罪 犯罪預防管理 感覺是比較著重在治安方面的 至少說我覺得這個網站不錯 是說他把一些資料有公開 雖然還是有一些不公開的資料 大家最近在媒體上也看到了 有些他們說就是不公開怎麼樣 但是還是有公開蠻多的 然後他的籌備會議的紀錄在上面 就是可以查得到部分的資料 然後再來他下一個就是在分組會議 他有做各個分組的介紹 那你要了解每一個分組其實真的有困難 其實我也不敢講說 我可以講說我了解每一個分組 這真的是太困難了 為什麼 因為資料實在是太海量 那我只能說 每一個組他的重點大概 觀察重點大概是什麼 但是因為他的議題實在是很多 所以沒辦法每個都分 然後他有做直播 他分組會議紀錄裡面 除了有開會的時候 就是提供給與會者的 包括委員的那些 一些書面報告資料 然後電子檔案上面可以download 然後還有就是說 會議開完之後 隔一段時間會證明出會議紀錄 那有的甚至有組織稿 組織稿就是更清楚 會議開了那些事情 然後你想看當時的開會的情形 那他就是有直播你可以看 但是因為你看一集 基本上要花四五個小時 所以其實 平常工作也很忙 其實也沒有辦法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好這有點困難 但是如果說你對哪一個議題 特別有興趣 你看你就去查 他是屬於哪一個分組 在討論的議題 然後去看一下他分組的紀錄 然後他會講說 他們這個什麼時候 要討論哪一個議題 那你針對你有興趣的議題 你可以去看他的開會情況的直播 那你可以知道 討論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不然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人 還是透過媒體的轉載跟報導 但是媒體的報導我們就是 持保留態度去看 這樣可能是大概是這樣 但是可能有一些報導 可能跟實際情況 可能又有點出入這樣子 好 那過半數 我們現在再回來看 過半數的非法律人 來擔任司改國事會議 籌備委員跟委員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應該就很清楚了啦 司改國事會議 為什麼要有很多非法律人來討論 我想重點不是說 他們比法律人更懂法律 因為術業有專攻 但是非法律人他們 他們有不同的社會經驗 不同的看見 他們對於司法有不同的看法 那他們可能知道 這些非法律的籌備委員或委員 他們可能了解 或他們可以 某種程度可以去反應 社會上的一般人 對於司法有所不滿 那來確保 會議中在討論的事情 是要解決大家想解決的問題 那運作的不好就會變成 如果是被這個 反律人牽著鼻子走 很可能就會就特定的議題 有一些理念的人 他就推他的議題 然後就是想辦法拉人來支持他 那這種情形 那資訊又非常的爆量的話 就會變成 大家都消化不了 大家都消化不了 都受不了 那還有就是 那人民不知道不關心的專業議題 該不該納入司改博士會議的議程 其實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 這些有一些議題其實真的是很專業 即使是一般的法官都不一定 能夠很清楚的去了解他怎麼來取曼 有些涉及到國外法的比較好的研究等等這些 那這些離一般法律人已經很遙遠 離一般人民更遙遠 這東西是不是在這裡討論 還是說司改博士會議 著重在討論人民關係的問題 然後不是人民關係的這些專業問題 這個就專業的學術頁頭會去處理 那為什麼要放進來 這個是 這個是 如果說是 就是說這樣一個互相的溝通 是有一個有效的溝通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覺得很好能夠讓專業的東西 能夠講到 讓非專業背景的人 也能夠了解這些很好的事情 但這有點是 這是理想的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 那 再來就是說 關於各個分組實際的事情情況 這個其實我剛才有提到過了 那真的大家要去了解 他實際的情況 你就必須劃很 你就必須劃相對的時間 去Follow他的那個直播這樣子 那看組織稿是比較快 但是大概可以省一半的時間 你看一場會議的組織 你看影片大概要四個小時 你看組織稿 那你要花兩個小時 時間大概才能夠去消化這樣子 更不要說開會前 就有很多那個書面報告要看 那到時候施改國是會開完 然後呢 這個是目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 蔡英文總統他說 比諮詢多一點點 那這個多一點點是哪一點 都到哪裡去 這就是問題啦 這就是問題 然後以 那有很多人認為說 是只有諮詢的 只有諮詢啦 那可是如果是只有諮詢的話 就是說做參考嘛 那 那急著做決議做什麼 做成決議 某種意思就是說 我決議了 決議要拘束一些人 不然你做決議幹嘛 不需要決議啊 那 而且甚至為了做決議 在某些分組會議的場合 確實是限制發言時間 限制發言 甚至不讓人家發言 就直接就表決 已經有發生這樣的情況了 好 那 那都沒有討論 就要做決議 是要幹嘛 那將來 這樣的決議 能幹嘛 恐怕還是要回到 一個正常的一個 憲政架構下面 還是會回到 這個 必須由行政部門來提案 或是司法行政部門 也就是司法院 法務部長相關的來提案 然後通過立法院的審查 成為法律 回到 還是要回到這樣的一個常規啦 那 目前 只能說 這是一個 討論的平台 司改博士會議 它確實是一個討論平台 我相信在司改博士會議上 也有很多非法律的委員 他們很用心 很努力的在 在這件事情 在充電 在學習這樣子 那 所以我覺得一定會有一些亮點 但是 如果說 在沒有充分討論之下 強行做成的決議 我想說 她這個 蔡總統講的 比諮詢多一點點 那一點點的 最好是不存在 是比較好 她就是還是諮詢 這樣 可是大會就說 那你這樣開會要幹嘛 溝通啊 溝通啊 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是不是家庭也就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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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